謝謝他們可以讓我現在變得很開放 很正面 跟以前比起來 結果現在覺得差很多 在學校相處就很邊緣啊 沒有什麼理我啊 就都自己一個人 然後在家裡相處 也不太常跟爸媽講話 就很害羞啊 然後可能自己喜歡什麼也不敢講出來 喜歡什麼不敢講 想要什麼也不敢講 就有時候覺得可能很丟臉 覺得別人可能知道啊 我想要什麼 想要做什麼啊 我就沒有自己的想法 覺得別人講什麼都是對的啊 後來就要來上迪費了啊 什麼都敢講啊 想要證據什麼都可以講出來啊 其實是用比較負面的想法 可能想說 會不會沒做好會不會嗎 會不會被看不起之類的 走路都頭都是往前來看 現在就是都可以往前看 我在半生就是人均算好吧 就每個人都會跟我聊天啊 我也會跟他們聊天一起玩啊 一開始就是出任務 就幾個比較敢的在那邊講話 然後我就是在旁邊就像散步吧 就只有當那個當人頭啊 到後面就可能被老師有時候會被強迫啊 就慢慢趕去跟別人問路啊 去講話啊 這邊的老師可能就是會放手讓我們去做 比較容易跟其他人接觸 最後就放開啦 我最喜歡Defail可以合作 一起過關一起玩遊戲 一個人就覺得很寂寞啊 就有人覺得比較熱鬧 我喜歡我自己現在變得比較有自信 然後比較正向 比較陽光吧 就會看到我們來看 然後看一個小小小的一集 然後看一個小小小的一集 就像飛行遊戲 那天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